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汉米尔顿饭店的附近 而且就在地铁站的旁边 这人潮拥挤得相当夸张 而且死伤人数不断地在增加当中 有目击者就表示了 大约在6点多的时候 街上人潮就已经爆满 游入了大量的人 就像灾难电影一样 人跟骨牌接额连山地倒下 最后甚至堆叠到五六层楼高 南韩首尔离泰院的周六夜 穿着各种半装服饰的民众 脸上惊魂未定 谁也没想到 一场万圣节派对 竟会乐极深杯 因为目击者表示 从晚间六点开始 街上涌现大批人潮 分别从左右两边 挤进事发地点的小巷子 而在中间的人顿时动弹不得 随着时间过去 街上人越多 也几乎拿不出手机打电话 10点20分 警销接到通报 有人快不能呼吸 人群拥挤 推壤的情形恶化 就在10点40分时 又传出有名人 在离泰院某间酒吧出没 结果窄相瞬间涌入大批人潮 激烈推几下 一个人跌倒后 惨事就这样发生 所有人顺着斜坡 骨牌式倒下 堆叠了至少有五六层 大马路上一台接一台的救护车 陆续抵达现场 现场早已经乱成一团 尖叫哭喊声到处都是 警笛和口哨声 穿插救难人员 要大家让路给消防车的声音 现场民众一下两下 CPR的手势一直没停 尽管包括首尔在内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多名急救人员 和经济道全数消防车 都全被派来支援救人 但还是有许多年轻人 等不到救难人员抵达 就已经回天乏术 造成死伤人数 共超过200多人 这也成为2014年 四月号渡轮沉没后 南韩伤亡最惨重的事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离台运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伤亡 可以看到踩踏的第一视角 男神甚至有人被挤到 没有办法呼吸 甚至有人眼睛是直接突出了 现场情况我们再交给周恒 来跟我们分析 好 怎么知道万圣节狂欢之后 竟会发生踩踏的意外 这是发生在南韩的离台园 这个地方当然平常就有很多人 会聚集在这边 尤其是在万圣节时候 甚至很多外国的观光客 也都会来到这边 我们就看到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网络上就有很多的影片在讨论 甚至发出求救的讯号 其中有一段 他释出的影片宣称 是用第一视角所拍摄的 那里头就是可以看到 一开始就是有一名男子 他甚至被后面的人 不断的推挤 画面非常的晃 然后被挤到眼睛都突出了 就代表说后面真的 不断的有人挤上来 而他旁边的女子 也是被挤到只能仰头 然后不断的呼叫 所以显见说 当时的状况真的是满急迫的 为什么这一起意外会这么严重 我们其实就先来看到 主要还是跟离太院 他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小巷子 斜坡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特殊的地形 导致了所谓的手扶踢效应 那10万人都挤在这些小巷子里头 宋赞养 他是南韩的网红 他就带大家来看到 他说因为离太院有很多的斜坡 再加上是下坡路的关系 换句话说 如果前面有人跌倒了之后 后面的人不知情 他就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前推 所以导致前面的人不断的被挤压 大家就陆续的跌倒 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搭手扶踢的时候 第一个人最前面的人跌倒之后 后面往前再跌 就会不断的累积 你想想看 10万人的踩踏 最终是导致了这场严重的意外 穿着高跟鞋在天母东路69巷 这个巷子往前走 其实中心是比较往前的 而且在走快远的话 恐怕就会往前倾倒 从巷弄最高处往下看 又迈开脚步往下走 都有些胆怯 拿水平尺实际测量 放在地面上 水平内的气泡马上往上跑 距离完全水平的高度 还相差15公分 地面才会平坦 我没有走柏油路 我走旁边那个水泥庄 就比较好一点 你走柏油路就会打滑 比一般平底战 它稍微抖一点 不过它那个像脱头菜 还OK 像190向那边就会比较 190向那边 波度比较抖 尽管在这里生活多年的知名 穿着平底鞋 走在天母的街道 都会感到吃力 尤其在下雨天 路上更滑 也有不少人喊里长抱怨 刚看新闻早上看到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请斜坡 我这个也是请斜坡 因为办活动 李明上来 平常他上来都会气喘 我们这上坡下来 是差不多21 北太院踩他现场向隆 斜坡坡度约有30% 利难者以女性居多 另外穿着高跟鞋 加上身形娇小 发生推脊跌倒 出现骨牌效应 更容易受伤 甚至喘不过气 我们这边办活动也是这样 要前后要有出口 所以我们这边办活动 都是蛮拥挤的 伤害的时候 也是我们也会 做一个疏散的动作 所以避免造成 大家的危险程度 在有坡度的街道上 举行活动 若事先规划好疏散动线 也能避免在 推脊跌倒后 出现大规模伤害 体别新闻 李安南草长者人 台北采访报道 随着追踪 南韩离开院 发生踩踏事件的消息 由于推脊的过程当中 手机跟钱包 遗失不少 而且有很多伤者 送到了医院 身上没有带证件 可以公辨事 也无法厘清身份 目前确定有超过 3500人被通报失联 很多亲友 到了医院要找孩子 心急如焚 但是事故发生之后 原定举行的原唱会 宣布取消 各大主题乐园 也停止举办了 万圣节庆典 不过是说参加了一场活动 出了门后就没再回来 离太原爆发踩踏事件 至今人有超过 3500人失联 家长涌入各家医院 找儿女 事故发生当下 大家逃都来不及 手机钱包都冻丢了 经历踩踏事件后 部分人受伤昏迷 送进医院 什么都没有 身份很难查 无警等待 只判收了一丝希望 但看到不断攀升的 伤亡人数 家属心急如焚 医院量能开到最大 也因为这次意外 原定30号晚上 举办的釜山演唱会 宣布取消 各大主题乐园 也停办万圣节庆典 南韩全面进入哀悼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离太原的事件 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也震惊了国际 CNN记者 立刻赶到现场采访 去一度被警方拒绝 原因是因为担心 会引起救援混乱 也有目击者告知CNN 是因为万圣节活动 大家都装扮 当警察赶来救人的时候 既然有人误会 是警方来假扮的 南韩离太院 发生万圣节 严重踩踏事故 CNN记者 Will Ripley直击现场 沿路经过 只见大批救护车 和警销 满满挤在现场救人 记者要进入现场 一度被拦下 自报身份后才获准进入 因为政府已经下了紧急命令 确保没有闲杂人等 妨碍救援 而经过一夜混乱 周日早上的离太院 终于看到路面 记者也近距离 拍下事发地点的巷子 狭窄的巷子前一晚就聚集上千人 而且人人都有扮装 不难想象当时警方要救人时 有多拥挤混乱 现在警方也在厘清 踩踏意外是怎么发生 并针对现场散落的物品 协助辨证上百位死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这次离太院事件 我们也特别连线到了 南韩韩国大学政治外交学系 教授金正昊教授 教授你好 你好 好 教授 我们想要讲会观众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的离太院 踩踏造成了154的死亡 可不可以请教授来跟我们聊聊 这个政府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缺失呢 是实际上这个 可能是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就发生了 因为这个以太院的这个活动 就是民间组织的 然后政府之间 去政府 市政府 还有大政府 就是说总统府这个方面 实际上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有很多人 本来就是很多人去逛逛的地方 因此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问题 世界上是这是没有做好安全措施的 因为过去都是这样过去 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意外的事情 而且这次也是牺牲了不少外国年轻人 就用情况来看 这个消防管道还有这个事件的一个介绍 安全措施这些问题 可能韩国还得要更加加强的一个部分 教授事人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 这整个人潮这么的多 在通报上面是不是有一些 值得我们来后续检讨的一些地方 实际上这个李太元就是老社区的 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箱子里头 旁边有一个饭店 这个箱子里头整个瓶数 也可能合起来不到100瓶的 50多瓶左右的 而且这个是梯子型的问题 梯子型的问题就是差不多就会 就是说你下来那边有地铁站 那上面就是梯子型 那中间就是一面是一个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巷子 然后就上面到下面是一个斜坡的地方 然后上面就是可以走有一个小的一个车道 那下面就是大马路 大马路就是人都挤满的 所以这里头人寄下来 可能是人都没法跑了 就是上面压到下面的压力是特别大的 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最后这个 救护的这个过程里头也有一些问题 实际上年轻人太多 没有想到 最好就是事前要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话 他就事前就是一些安全广播等等 而且一闹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谁和什么东西 最后就是发生这么大的意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我们韩国还得加强一些安全措施 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地方 也可能也会发生的这种安全管 可能大家都得要强调的部分 好 谢谢金教授带给我们精密的分析 谢谢教授 好 我们再来观察到 就是目前在南韩利泰院 这个上百人才死的这个意外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于疫情三年来 首场解封不用戴口罩派对 所以人潮大量的拥挤 几进了这个狭窄的酒吧街 还有募集人指出当时有人吸毒 整个警力完全失控 人力不足也造成了场面大混乱 万头钻洞 这是南韩离泰院出事前的万圣节狂欢 根据南韩媒体指出 29号晚上 大约10万人从双向涌进这条 不到10公尺的斜坡窄像 竹巴街本来就人多 坡度又斜相当危险 而且传出疑似有名人现身 导致人潮在窄像中推起 造成人采人意外 有几道村部南行 南韩消息 踩踏意外超过15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有目击者点出 另一个可能失控的原因 南韩民众质疑 简历准备不够 疫情后 熟度能大解放的派对 人多地窄 狂欢过度 乐极生悲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如刚才新闻所说的 适逢韩国口罩解禁后的 第一个万圣节 29号晚上就吸引了 10万人到场还欢 但却引发了踩踏意外 造成伤亡 传出民众第一时间 想要到夜店去避难求救 但是店家却见死不救 这个街道围停乱象 更是导致这救护车 难以进入救人 也因此错过了黄金救援时刻 大批韩国警察在街道上 拉起封锁线 在致命踩踏现场高度戒备 疏散路过民众 而眼前瞎摘小巷 物品全散落一地 不难想象 前一晚 急在这条小巷子的几百人 经历了多少苦痛 更传出有民众想逃生 却被见死不救 研判是店内的音乐声 盖过户外街道的呼喊声 让商家无法及时开门 提供场所避难 错过救援机会 再加上周六夜晚 车多拥挤 围停现象 也造成救护车难以进入 这些事件 发生了 新鲜病毒的接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 无断路的车车 在道路上 在车轮上 这些困难的状态 在困难的状态 这些困难的状态 完胜节是离太院年度盛世 经历疫情 店家好不容易 能迎来假日商机 如今成了无法 默免的伤痛 体员新闻 林明会张启云 台北报道 好 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 就是政大国关中心的教授 蔡天嘉 蔡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教授 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 这一次南韩发生了 这么重大的一个踩踏事件 当然全国哀悼 也攸关着整个南韩 总统现在的危机处理 这件事情对他整体的影响 还有声望 是不是也会有所冲击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尹锡悦上台的这几个月 其实他的一个民调 其实都不是很高 一直到现在 其实大概就在三成左右的 一个徘徊 这一次的一个事件 对他的一个危机处理 对他的一个 对他的一个接下来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执政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如果从现在来看 那个尹锡悦 他第一个时间 他就站出来了 那也面对的一个民众 然后同时他也把那个龙山区 作为一个设定为一个 特别的一个灾难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同时也是在全国进入了一个哀悼期 以目前来看 其实尹锡悦的一个表现比 2014年的一个普京会的一个 四月号事件 其实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危机处理 其实表现的 其实是比普京会还要好 但是现在的一个在野党 似乎还是不太想去这样子的一个 犯过他 那他们现在已经逐渐的一个 把这这个事件就是最急总统 那也就是说 因为那个尹锡悦上台之后 他不住在青瓦台 那所以很多的一些警察的一些人力 那都要变成他的一个 每天上班的一个危案 包含了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事件 整个的一个警方 大概就只有200位左右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在野党 极力来去抨击尹锡悦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点 所以事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事件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应该是攸关尹锡悦 接下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意支持度 的一大的一个考验 是的 如同刚才教授所说到 这是2014年4月1号之后 南韩再次有这么多人的死亡 那对于整个南韩的全国来说 这是解封后的一个警讯 社会人民来说 是不是也有了一些歧视呢 其实这次的一个 黎泰院的一个 他的一个群聚事件 10万人的一个群聚 其实那个首尔的一个政府 其实在之前 其实已经有开过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会议 但是在会议中 大概都只有谈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防疫 跟所谓的一个消毒 那轻忽了一个所谓的人潮的 一个拥挤 还有整个对于人群的一个管制 特别是在整个 只有四公尺的一个宰相当中 挤进了一个将近的一个 这10万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一个 现在世界各国逐渐在 在那个后疫情时期 逐渐解封的一个情况下 那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个活动 都要逐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开展 我觉得对于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暴富性出游 整个的一个暴富性的一个群聚 我觉得那个韩国给我们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歧视 我们必须要对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人群管制等等 我们要有一些超前部署 南韩离泰院死亡踩踏事故的现场 一夜过后巷头警察戒备 美国CNN资深特派 一大清早连线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最深的哀悼 与韩国人民同悲 美韩同盟关系从未如此有活力跟重要 两国人民关系更紧密 在这悲伤时刻 美国与韩国站在一起 当晚有多恐怖 港媒视讯访问身在其中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 我感觉到那个推的浪潮 就是越来越猛烈 就有人越推越高兴 越越兴奋 这个他们就是为了取乐 去推 他们两个女生 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说 跟我讲 感觉是被死 人群里面是感觉被锁吼 我无法呼吸 胸是被挤压的 现场一月过后 拒绝了警销 医护还有各国媒体 因为至少19名外籍死者 包含伊朗 乌兹别克 挪威 以及四名中国公民 习近平向南韩总统 尹席月发出慰问点 习近平表示 造成数名中国公民不幸伤亡 希望韩方尽一切努力予以救治 另外邻近的日本 以头条报道 日本共同社指出 日本驻韩大使馆消息 目前没有日本公民伤亡 独卖新闻跟产经新闻 都列出伤亡 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朝日新闻点出 一人被撞倒 酿成骨牌效应 说这起反人死伤的踩踏意外 严重程度令国际关注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到这次位在南韩首尔的 黎泰院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夜店文化相当的兴盛 在2020年的时候 蒲俊俊主演的这个电影 也是以这个当背景 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成为 知名夜生活的生活据点 也就是因为 黎泰院它靠近驻韩美军基地 也渐渐影响了该区的饮食西化 有时万圣节的时候 更会吸引大批年轻人共襄盛举 看见那烈嘴吐面罩的全纳拉飞复而来 让普徐俊差点无法招架 这是南韩黎泰院 每年都会举办的万圣节盛典 部长会穿奇装衣服 配上浮夸妆容 曾经是2020年的韩剧 黎泰院class的经典场景之一 坐在酒吧里小酌放松 普世俊在剧中来到夜生活文明的 黎泰院开设小酒馆 事实上黎泰院的酒吧夜店 竞争相当激烈 甚至还有酒吧一条街 夜店甚至韩国唯一的清真寺 或者是各国的驻韩大使馆 也都在那边 也就是异国风情非常的浓厚 从Google观看黎泰院街景 可以看到不少美式餐厅建筑林立 黎泰院位在南韩首尔龙山区 邻近美军基地龙山 放假的军人会在黎泰院活动 50年代起 外国人是定居首选地 饮食西化 美式风格浓厚 每到夜晚 黎泰院店家繁荣 酒吧夜店吸引世界各国人士聚集 即使美军驻扎的龙山基地 已改为龙山公园 超年深更的美式文化 每年依旧吸引观光各朝圣 到此一游 有一点接近台北的天母 但是有地铁站直达 所以这个外国游客非常多 靠近一些异国风情的节日 比方说像万圣节 跨年 这种圣诞 那就在那边就会有 吸引蛮多的人潮 韩剧黎泰院class 让黎泰院吸引更多观光客造访 如今爆出意外 让不少驱过的民众震惊不已 日月新闻里面欢张 齐云台北报道 黎泰院事件也影响到演艺圈 这整个经济公司还有艺人 很多的幻圣节派对 现在都已经紧急宣布取消了 本来应该是充满万圣气氛的南韩 黎泰院现在满满哀伤 全因为这回的踩踏意外 事件也影响到演艺圈 种种活动 少女时代队长太严 把自己变身成安娜贝尔 这是SM经济公司 本来每年都会举办的 万圣节派对 今年原定30号晚间登场 如今紧急取消 釜山的BOF K-pop音乐节也临时喊咖 南韩三大电视台 KBS NBC SBS综艺节目 包含人气歌谣Running Man 在内全取消播出改播新闻特报 这起意外也让艺人都不敢置信 韩兴苏智谢为伤者致意 曾在离泰院开过餐厅的红席天 还有金会寿GD以及聚军夜 宇刚成为南韩媳妇没多久的大S 都双双发黑底白字RIP祈福 但不只在南韩 时常把母语放在中文歌词里 台韩混血的BB书记 PO出街景照帮忙集气 热爱韩国文化的谢金燕 也希望世界和平 人人平安健康 民众使尽全力爬墙逃跑 现场乱成一团 南韩网红回顾目级过程 有人鼓噪推挤就像爬河一样 强大力量从前或两天压迫而来 眼前开始发黑 记录下离泰院每个万圣装扮 台湾网红安琪前一天也在那 隔天也就是事发当天 原本想去但看到人潮就作罢 然后我一往下看 然后我就觉得 天啊 凹狂破 我有在看电影的现场 昨天没有进到里面 那我只能说我从屋里 到晚上看到的情况 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蛮像人间 蛮像人间恋狱的 想起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安琪说那里宛如灾难骗现场 还好自己人没事 不幸中的大幸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离泰院事件震惊了全球 那我们现在也要连线到 在韩国的台湾人 也就是刘小姐 刘小姐 你好 你好 刘小姐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大家对于整个国人 对于离泰院 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好奇 我们想了解一下 就您眼中的这个离泰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背景环境呢 离泰院首先是美军基地 最旁边热闹的地点 那韩国人 不管是韩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会很喜欢去离泰院酒吧喝酒 因为可以有一些文化交流 那离泰院它不只是万圣节 就很多人 它平日的时候就很多人 通常你只要在那边喝酒的话 到半夜 半夜的话就没有办法 搭计程车回家 因为都会塞车 然后它因为它发展的较早 所以它巷弄的部分 都是像比较狭窄的 平日的话 虽然没有像万圣节那么多人 但是还是会有庸舍的现象 对 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活动 也是疫情之后的首场大型活动 刚才新闻当中有提到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才导致有这么多人 涌进了离泰院 对 没错 已经睽違三年了 我们都本来是必须要戴口罩的 唯独现在解放了室外的状态 所以就会引起这次 比起以往更多的人 来到这里参观 因为每一年万圣节 大家都是盛装打扮 然后一起齐聚 因为比起别的地方 在离泰院的话会更有异国风味 所以大家都喜欢往那边聚集 所以其实之前新闻在报道的时候 就有报道说 今年年度可能在离泰院会是 三年以来 睽違三年以来最多人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造成这次大量的聚集之后 变成今天这样的现象 理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不管是在台湾本岛 还有像整个全球 包含像韩国当地的媒体 也都是有在报道这件事情 就您在当地的这个了解 目前在整个南韩这边的一个媒体 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从大概昨天晚上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通报的时候 是有10名左右的部分 一路开始到后来陆续有发现 大概有人通报说是50人左右 后来到深夜的时候 他们当地的媒体也有向民众 现场的民众来连线 连线的时候他们想说推测最少有100人 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人事件 因为韩国并没有这么 这么大量的这种推测现象出现过 所以我们都其实是非常意外 就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媒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报道跟其实台湾 现在目前状态是一样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150多人死亡 那持续的增加 就像是昨天半夜所说的负伤者 最后全部都转为死亡名单 所以这部分的话 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蛮凄惨的 好 谢谢刘先生 带给我们第一线的观察 也谢谢刘姐的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了解到 整个离泰院事件了 有台湾人刚好就在现场参加了派对 事故前半小时才经过 这个推挤庸道的街道 行动当下已经被人潮推着走 光是十几公尺的巷子 就走了快一个小时 跟朋友散去的时候 却看地道满地的伤亡者 他们会一直向你求救 但其实你一摸就是 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没了 很像人间地狱 那昨天真的很恐怖 真的 连想都不敢再想 死伤惨重的一幕幕 全硬在脑海变成创伤 就很像在拍电影 我就觉得我好像 就很难走出来现在 男女朋友然后 就是他男朋友没有呼吸了 然后女朋友一直在哭 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帮忙 学过CPR当下只想着救人 米瀉和朋友晚上八点多到离泰院 爆发推及的事故街道 形容当下已经被人潮推着走 短短几十公尺挤了快一小时 那边整个人就像瀑布一样 这样下来这样 我自己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现在人还在医院 就是是轻伤啦 就是可是我们那时候联络不到 然后就是我现在比较冲击的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找他 然后他也是外国人 他香港人 然后所以我们必须去看 哪一个会不会地板上 有一个是他 跑到对象后往回看 连大街都塞满了人 没想到只隔半小时就出意外 和朋友几赛回头去找 却是满地伤亡者 其他台湾人也目睹当下惨况 不少人坐在路边 狼狈到连鞋子都找不回 整条街人潮看不见镜头 只听到前方尖叫声 南汉首尔离泰院超过十万人聚集 严重推及踩踩 让台湾人心有一计 我现在心跳都还是很快 然后很庆幸我们还活着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 他准备要进场去玩而已 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刚才经历完这一切 然后再往前走 不知道状况的人还很高兴的 在庆祝这个万圣节 我就是觉得很焦急 驻函代表处公布 死伤中战无台湾籍游客 留学生或侨民 观光局也没接获 旅行社偷报案件 但从没想过在国外参加派对 却目睹人间炼狱 心理创伤恐怕短期难遇 听到别的新闻都是彭鸿静盈 台北报道 香港蓝贵方在1993年 元旦凌晨也曾经发生过 踩踏死亡事故 今明两天 适逢万圣节庆祝活动 警方入院之后 也在周边进行人流管制 和交通情况 详情联系给记者吴玉雅 好 主播 南韩发生踩踏危剧 其实就在香港的蓝贵方 1993年元旦凌晨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造成21人死亡 这回又逢万圣节庆祝活动 香港警方今天也在中环一带 分阶段实施人流管制 跟特别的交通安排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现场画面 香港警方也提醒可能会在不给任何警告的状况下票控或是脱走 围停的车辆 以及会在有需要的时候 封闭道路 现场民众一定得要依照现场的指示 以上赞英情星 回顾在过去的经验 其实还发生过蛮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踩踏死亡的事件 我们盘点史上最严重的踩踏 最严重的一次 曾经夺走了1426条性命 我们相信情况 连线记者座可恩来告诉我们 好 南韩的离泰院这起踩踏的意外 当然也引起世界各国非常的关注 我们也来盘点一下 过去就有发生类似的踩踏事件 最严重的一次 甚至是一口气就夺走了1426条性命 我们就先带你来看到 在2022年10月份 这是比较近的时间 在印尼有发生一场足球联赛 很多观众在里面看足球 那么有一方的球迷他们就暴动了 随即警方要发射催泪弹 没有想到让这些球迷 你更紧张了 他们就要往外跑 那么路口就只有一个 所以也导致了踩踏事件 是有135人死亡 583人受伤 另外在以色列的购火节 它是在以色列北部的 墨兰山地区 这个活动有10万人参与 没有想到一场意外 导致这个勘台倒塌 有44人死亡 超过百人受伤 它是发生在2021年的4月份 另外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附近有个钻石岛 上的一条钻石桥 一年一度的送水节正在举行 那么后来很多民众听到这桥梁好像有些不稳 就开始很紧张了 所以也导致一些踩踏事件 有347人死亡 目前为止最高的是这一场 位在伊斯兰教圣定麦加的中校节 那是导致了1426人死亡 其实这个中校节已经是有6度发生了类似的意外 那么最严重的一次是1990年的7月份 离泰院世界目前已经死亡了150多人 而且数字不断地在攀升 这个也是过去8年前4月号沉默以来最多的死伤事件 那其实可以看到过去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意外 导致的有许多人员的伤亡 还有哪些重大事故再交给作恨 好 南韩的这起严重踩踏意外 当然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天灾人祸 这人祸到底能不能够防范 其实在过去南韩 重大类似的人祸也不少 我们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2014年的这个4月号沉船 当时船上是载着有476人 结果是造成了超过300人不幸的罹难了 另外是2003年大邱地铁的纵火案 是遭到一名嫌犯他泼油来纵火 所以导致有很多人逃生不及 最后是造成了192个人因此而丧命 还有就是在1999年的 华晨郡夏令营火 有23楼的建筑物 因为它比较易燃 所以失火之后当然就蛮严重的 其中在23名的死亡名单当中 有19个人是小朋友 他们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没有想到却酿成这样子的意外 还有比较久以前 是1995年的三丰百货倒塌的事件 这个百货为什么会突然就硬生的倒塌呢 主要还是因为改建的货 而且很夸张的是 它在20秒内就整个百货解体了 瞬间是夺走了502条的性命 1994年的盛水大桥断裂 当时甚至上头还有一辆公车 以及数十辆的车 因为这个桥断之后坠落 造成了32人死亡 而在1971年 有这个大燃格的饭店火灾 主要是因为当时馆内的咖啡厅 它的瓦斯爆了 所以消防措施又不足的情况之下 是造成了164人丧命 韩国利太运事件造成了严重死伤 除了跌倒踩踏之外 也有医护人员认为 可能是人潮过多发生了推挤 而且有一些人是站着被挤压 没有办法呼吸导致了窒息死亡 照科书上也有提到 每平方公尺只要挤9个人以上 就容易产生压力窒息 患者5分钟之内就会休克 甚至会失去意识 韩国利太运万圣节活动 发生大型灾难 超过150个人死亡 人潮拥挤 酿成大量伤亡 有一名曾经参与过高雄817报的 医护人员分享 每平方公尺挤9个人以上 就会被挤到无法呼吸 一平方公尺的范围 大约就是像这样的大小 有护理人员就说 只要一平方公尺里面挤超过9个人 就很有可能发生压力窒息 人被夹在中间 不只呼吸困难 甚至可能中断 事发地点韩国利太运街道 大批参加活动的民众 全挤在窄巷 每平方公尺恐怕超过10个人 互相推挤 光是站着就会被夹到窒息 才会酿成大量死伤 医师说压力窒息的病患 会在5到6分钟左右 失去意识导致休克死亡 针对伤患持续CPR 可以延缓大脑缺氧受损的时间 而像这样大型意外 在台湾也有救援SOP 医护人员会拿出不同颜色 拍拍齿衣减伤 红色代表重伤 最优先救援送医 再来是黄色中度受伤 绿色代表轻伤 至于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伤患 则是最后才会救治 前面的红黄绿都处理完毕之后 我们在市现场的亮人 有余裕的话 我们才考虑加入黑色的救治这样子 随着年底到来 许多大型活动也将登场 在人群中被夹击推挤 也有自救办法 随身包包放置胸前 至少与前面的人会有一个空间的距离 保持重心 顺着人流移动 如果跌倒了 至少用手或随身物品互助投警 以及胸部 避免窒息 虽然台湾大型活动 警销和当地市府等相关单位 都会拟定消防 救护疏散等配套措施 但避免意外脚上门 韩国重大事故要引以为戒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的韩国离太远事件 其实台湾在多年之前 就有过这样的一个规定了 他们就制定了公共场所 容纳人储管理 也就是以台北市来说的话 我们以5000平方公尺以上的百货场域 要申报容油人数 每一户户外都要有规定 而且现在户外每平方公尺 是不能超过4.5人 而且另外在跨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会有因应的方式 甚至会有朝天团 设成三个层级的人潮管制 就是需要能够疏散 大量的跨年人潮 这个周末刚好碰上万圣节 百货很应景 就举办了万圣节的活动 不过虽然说人是越来越多 但都不会发生推积的状况 也是因为百货都有人流管制 小朋友一个接一个拍照 百货选择在大厅宽广场域办活动 人一多就有管制 微风百货的人流规定 是以美间店的坪数 限定不同人流 以微风广场来说 容流限制22374人 还有像是信义区 现在适逢各大百货周年庆 由贵位架起人龙 分室内外排队 而门口处也有看板 写明容流人数 A11管是180014人 这样的规定早在20年前 北市府在全国首创 特定场所容流人数管制规则 包含舞厅舞厂或楼地板面积 达5000平方公尺等公共场所 都要申报龙流人数 为者最高开罚30万 室外也有规范 以北市来说 大型户外群聚活动 每平方公尺不能超过4.5人 主管单位也要视状况设节点 指出不进 在台湾最急的状况 不外乎就是跨年的时候 还有网友回起2004年的时候的跨年夜 当时很多人进到车站内 也有人发生了推急的状况 不过后来北捷改善 接下来台湾也很少发生类似状况 慢慢走 不要推 防范人潮推急 北捷有阴影 每到跨年 北捷朝天团成员就出动进驻 车站也会示人潮在月台收费闸门 以及出入口等设置三级人潮管制 以免人潮过多 室内室外 农友管制都有规定 主办单位有依据 对民众来说 也是安全保障 TVN新闻 华晓鸣江卉先 台北报道